棒球被譽為臺灣的國球 深耕基層更是政府和各企業努力的目標 1968年打敗日本關西哨棒明星隊 旗下寶島哨棒傳奇的台東紅葉 近年因為小子化和資源相對不足經營困難 成績自然無法與當年相比拚論 金融企業特別贊助三年480萬 期待紅葉能夠再闖高峰 在柯蘭中訓練 在磨練中球進步 目前我們全校只有48位小朋友 48位小朋友有19位是打棒球的 除了小朋友打球以外 也希望他們相關的經費 可以讓他們在學習方面都能夠獲得進步 我們俑成的九年所做的工業 金融企業歡慶成立六十周年 也期待扮演明年創校九十周年的紅葉國小 磨棒隊最堅強的後盾 不論是透過量身打造全新的戰袍 贊助球局還是經費 都希望勉勵小朋友單純開心打球 砸下更多的小小種子 我來提供新聞甘邦記的黃化軍綜合報導 我們下期見到